在那個共筆上面 那大家直接看 我就... 就直接繼續下去了 好,那...大家好 我是...我叫戴君明 然後我現在在... 維城市 台中的維城市工作 然後我現在是後端工程師 然後再來 好,那... 相信... 習慣寫ChemPro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MGRIOK 這基本上就是 你在開發環境 你要有HTTPS的服務的時候 都要用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它在免費版本的狀況下很難用 就是像... 就是我之前也是喜歡用它 然後後來就是覺得它實在是太煩了 它主要命題就是 像這三個... 就是這個隨機Domain 就是你每次開起來的時候 它都會換一個隨機的Domain給你 然後再來就是 它一次只能開一個Connection 就是你有綁帳號的狀況下 然後再來 它有40個Connection每分鐘 但是這個其實在開發ChemPro 不會遇到 但是你如果是開發那個什麼... 像前端網頁之類的 你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就很困擾了 所以我就去找網路上的解決方案 就找到這個叫做Servio的這個服務 那它基本上 它的做法就是像這樣 它就是用那個SSH的Reverse Tunnel 來做這個連線的動作 好 那它基本用法就是 像它第一個它就是用那個減R參數 然後你就是把本地端的80Pol 就是這裡 你有一個80Pol 遠端的80Pol 對應到本地端的3000Pol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Servio的提供的主機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我們 本地端的那個HTTP的服務掛出來 好 那底下更多應用我就不多講 因為這個就是它的套件 原本就有提供你的方法 好 那因為我本地端開放環境 我很喜歡用DAC 來幫助我的輔助使用 對 那我就幫這個服務 包了一個DAC image 雖然說這個服務本身 並不是開放原始碼 但是我的DAC image 我基本上是開雲的 那這個就是方便我們在用DAC 在開發Triple的時候 可以去用它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那個DAC image 然後我包到只有5MB 基本上不會什麼 就是它基本上很小 你就是載下來用很方便這樣 好 那你要把其他容器的服務 等於HTTPs 你在搭檯裡面你就算佔用 好 那這個東西呢 等一下你把它設置碼啦 你自己開頭你沒個Copy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DEMO1 剛其實有點緊張 好 那我們來開DEMO1 DEMO1基本上我們的設定檔 設定檔很簡單嘛 就是長這樣 欸 這樣字可以嗎 欸 我看一下 好 那其實 其實不能太看清楚啊 你那個投影片都有 投影片我剛剛有那個嗎 有一點錢嗎 進去看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的設定檔 那基本上 重點就是這裡嘛 好 我把WIP 3000TTP掛出來 然後WIP是這裡 這個就是WIP 然後用達克Compose 好 它再挑一些奇怪的油 好 那我就開始囉 我先CD到DEMO1 好 那我只要下達克TTPs 到DEMO1 我就可以把它掛起來 好 掛起來 好 掛起來 好 掛起來 我的網路 嘿嘿 等會一下我設定一下網路 好 我們看一下網路 好 我們看一下網路 OK 還有了 好 這個另外一個那個服務 是我專門為了DEMO 寫的一個小小的Triple吧 然後用NOW就寫了 那基本上 它就是一隻一生蟲而已 它也沒什麼功能 它就是小小的映像蟲而已 那因為我是用NOW就也是包頭 所以就 包成達克 它一啟動就是掛在3000Pro這樣 就這裡 它啟動就掛在3000Pro 然後我這裡其實已經偷偷設定好 那個Channel Secret 就在這裡 Channel Secret已經偷偷設定好了 好 那 好 那啟動了以後 我們現在去看它的Log 所以我現在 喔對 我那個打個compose的指定 縮寫了 所以就是 看一下Log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幫我掛在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好 它幫我掛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設定上去 好 它被讓你抵一下 好 它被讓你抵一下 好 它被讓你抵一下 欸 我翻到布置 好 然後前面開掉 好 它被讓你抵一下 欸 我翻到布置 我的domainment在這裡 我透過這個 就夠把它印出來 所以你看到 我的domain已經成功 掛在這裡來了 好 那 我現在呢 我要把它改成我自己要的domain 好 那今天我希望它幫我掛成 掛成這個好了 請它幫我掛這個 好 那我就是把它重啟 好 那我重啟了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它幫我掛到這裡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去把我的domain 改成我要的 就是設立了它提供你自己改domain的服務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跟別人衝到就沒問題 好 過了 那你看到我domainment這個 好 那demon1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桌面 好 那再來 我這個Docker你也可以把本地端的服務掛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是把Docker Compose的另外一個服務 另外一個容器裡面的服務掛出來 但是你要掛本機的也沒問題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是Windows或Mac的話 你就要把domainment改成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Docker Compose幫你訂 應該說是Docker幫你訂好的 你只要裝的是那個 For Android For Android For Android 我每個都可以 然後你如果是Near車的話 你會比較麻煩你 因為你又需要自己找到它的ID幾號 那基本上我指定也寫在這裡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demo了 然後再來 那個Servio這個服務 它還提供你自己架式武器的那個功能 例如說我今天覺得Servio這個服務非常不穩定 或者是我覺得它要連到國外還要再連回來很麻煩 那我就可以自己在我自己的那個雲燈主機開一台 然後架一台Servio的Servio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服務來開 然後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主機這樣就不會跟別人衝到 然後我也幫伺服器版的做一個Duck Image 對 那這個比較稍微大一點 但是11MB左右 對 然後你需要準備什麼 你需要準備一台主機 然後要準備好你的Domain 那Domain是一定要的 因為你要HTTPS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憑證 那這個憑證我等一下 我會讓Servio再下去準備 那你如果有自己的話 你自己也可以準備 對 好 那我們的Demo 欸 我還剩不久 好像不太夠了 等一下 好 那我們的Demo3 還是試試看 還是試試看 好 來 好 那 那我現在要連到我的 連到我的主機上面 好 那 我主機上面在DG Ocean 然後我的 我現在要來 好 我現在要把Servio的程式碼過下來 在這裡 然後我就去把它的HTTB 弄下來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來Geek On 然後我把它取交 取交這個名字 好 那我把它抓下來 好 抓下來之後 我先寫進去 寫進去呢 我接下來要去設定我的憑證 一開始你一定要先發憑證嘛 然後我裡面有包一個 那個CloudFair的憑證 所以我就直接去那個 進去 然後 我把那個設定檔布置一下 好 那 基本上你正常動作要這樣做啦 但是因為CloudFair的憑證 憑證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已經偷偷做了一份起來 好 我就直接布置過來就好了 然後再來我要把大約坦布置設定過來 好 那我把我的大約坦布置的設定檔設定好之後 我要去修改它 好 那我要去設定它 那你要注意到啦 這些設定檔主要改的是什麼呢 主要改因為我們要發 距離代行證可以發憑證 所以我們要改的是我們的email 然後去改我們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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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mail 那email我已經在CloudFair設定好了 所以就是 我就直接打我的email 所以就是 我就直接打我的email起來 好 那你要注意喔 好 那你要注意喔 就是 因為Cedio它需要一個 它需要一個 它需要一個那個 植網域 所以你需要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發的憑證必須是有植網域的 所以你看我設定了兩個嘛 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單純的網域 另外一個是前面叫名字好 這個叫植網域 好 那我就設定好 好 那我就 我就去發它 好 那我現在再發憑證 那要等它一下 因為 它官方的這個 會等個十秒 就給它發一下 希望不會炸掉 欸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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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啦 好 那我們設定好了以後 我們這邊一樣有些設定要設定 那我現在去把設定檔複製一份 一樣嘛 就是 我都喜歡待會操控制 所以我指定就寫在裡面 好 那我就把它複製一份 複製過來 然後一樣去改它 好 那你要注意 這裡要改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的domainnet 那底下的domainnet 可以讓它讓它 這個 這個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好 改好了以後 我就給它存起來 然後 就給它 啟動它 好 那啟動它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啟動 好 你有沒有看到它已經 第3檔22個 這樣就是啟動成功了 這個就是那個 它設備有那個 server版 它會給你的訊息 好 那我現在 我要去 好 我先把它關掉 剛剛demo1先把它關掉 好 那你注意就是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的這個設定檔 我們的demo3 大概compose 我們這邊設定檔 你要注意就是 我們這一個 改成我們自己的網絡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喔 這台主機 我剛剛設定過的 蠻有趣的 然後我希望它掛的是 web的3000 把它掛出來 那我這裡偷懶一點 我直接把它指定一個 我希望它幫我發這個 好 那就存檔 好 那我就啟動它 好 啟動完了 好 啟動完了 然後我們用那個 去看它的狀態 好 你有沒有看到它 幫我們掛在這裡 掛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那我們就把它 複製下來 好 然後我一樣去改它 看一下有沒有過 好 過了 那你有沒有知道 我們的domain 已經成功切換成這個 好 那基本上 我們的demo結束了 好 來 那 接下來就是 小小工商一下 那我現在任職為城市 那我們公司現在有在增人 那如果台中的朋友 或者中部的朋友 有想要找工作 可以來我們公司參考一下 好 那再來這一支是我們 就是我現在這個 我現在在公司做的一個triple 然後它主要功能就是ubike的站點查詢 然後它可以從 幫你從起點到終點 幫你規劃說 你應該從哪裡借哪裡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場站 加到我最海裡面 然後按一下就可以瞬間查 你常用的那些站 好 再來就是 我們公司有提供一個場地 叫做夢森林 然後這個場地基本上 那個資訊測詢來借的話 是不用錢 就是提供給我們公司幾張贊助票 那你若是我們公司員工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搶這個贊助票 好 那有任何問題嗎 不好意思 你先看議題的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居民熱情的分享 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 有任何問題我們歡迎歡迎 你們好 Racine 好不好 我們謝謝 我們這邊請忘記